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Deep Web Intelligence and Brain Informatics 这个是叫声网智慧和脑资讯学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下学期要开的一门课 课名叫这样子 所以今天投影片360张 当然不可能在两个小时内跟他介绍 但是我想是可以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最近几年同样的一些脑部分 脑的这个研究的进步 那这个跟我们资讯的方面也发生很多 事实上是跨领域的 跟深刻跟很多心理认知 发生很多的这个关联 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介绍 那有些部分我想我会跳过去 那第一个这个图就是人类的演化 从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人类是 我们要大家多看新闻都知道 是三万多年前从非洲出来的 那最近好像前两个礼拜又有说 亚洲的人类都是从印度再出来 韩国人不会承认这一点 但是基本上 人的演化大概都是最前面的最早 更早的阶段大概都是小矮人的 脚比较大头比较小 然后慢慢演化过来 但是人的智能的这个 由电脑来帮助人类 还有这个历史却很短 只有最近这几十年 由网路来帮助人类的更短 就最近这 事实上网络网路 只有四五十年了 可是真正广泛被大众所使用的 最近二十年的事情 那这个网路跟电脑的使用 跟人 至少会产生一些很特别的关系 那下面要介绍这个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Connecton 那这个是一个美国NIH的一个计划 今年暑假的时候 initiate 那它预计是五年 全部完成大概要三十年到五十年 把人的脑的所有的连结 把它搞清楚 那目前因为人脑的 等一下我会谈 人脑的这个神经元 还有这个图处连结太多了 那但是 如果能把它搞清楚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人的运作机制 就被搞清楚了 那现在有什么东西 什么动物的运作机制 被搞清楚了呢 像我们清华大学生科系 有一位江世安教授 他是把果蝇的脑的连结弄清楚 花很久的时间 果蝇就弄 人是非常非常大 那那如果把这个人的神经连结 或是还有里面的基杉 都都弄清楚的时候 那其实下面这个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的 就变得可能了 脑就可以backup 脑里面的这个 的东西 就可以backup到另外一个 所以我们脑 现在我们常常变成电脑 是我们人脑的延伸 好像我自己常常 最近还发生好几次 我忘记把这个 有跟别人谈了一下 要说要开个会 我没有把他立刻吸到行事地上面去 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那那结果我 我完全都是照我的 Google看的照表操课 那那那这个 所以所以我没有记录下来 我人脑没记录下来 那我backup也没记录下来 那结果就 开会就miss掉了 那这个 就太依赖这个外面 那可是我们人脑 是不是有可能backup 很多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但是有简直很多其他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现在现在这个 呃我们上次有谈到second line 那个virtual world的那个环境吗 如果可以backup的话 其实你的人脑就你的 就可以移植到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就是你你的这个 人的躯体不在了 但是你的虚拟的那一个 虚拟的那个环境里面 那个人在做你做的事情 都是变有可能的 人死了以后 我的人脑的这个连结都弄清楚 我自己完全照我的人脑来连结 然后但他他最后做的事情 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就是但是我的脑 再移到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去 然后他来做这些行为 那那再更进一步 就现在的电影了 这个avaton 这个avaton 就是那人脑 再把它移植到一个 有有动作机器人 或有有的 你可以控制这些 那那个就是更进一步了 那这个就是从脑的研究开始 那脑的研究 其实跟相对于其他研究通常 是比较慢的 都最近这几十年有快速的进展 所以所以这个我们会谈这个 题目的这动机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今天大概分成这几个部分 那第一个是脑的解剖 这个这个 我想因为我们有不同领域的同学 那可能声歌同学这个比较清楚一点 可是大部分也没有很清楚 如果是医学系他们要做这个神经解剖学的话 那就很清楚 那这个就很细 那我们 但是我们要研究脑的一些 运作的话 对脑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功能 解剖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认识 所以这个我们要先谈这个 第二个跟这个 我们谈到脑资讯学相关的一个很重要 就是认知科学 这个认知科学的稿其实都是心理系的人在做的 后来因为研究神经的这个心理系做大概都是从行为来判断 行为是什么 然后判断这个 所以我们说行为科学 那有什么古典治愈啊等等等等 那 那这个因为神经科学的进步 所以他很多东西他就再往下一步跟神经结合 那这个找出一些这些原因 这个以前都可以说是神学啊哲学啊 那现在有很多都是变成 我生物上面造成的影响 那有那这个东西很多啦 那我这我今天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记忆 还有这个conscious意识跟睡眠 这都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投影片是很多啦 但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然后是现在脑资讯学是在讲什么 那这个在HPOE里面有一个脑资讯学的这个 Task Force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Web Intelligence 跟Brand Informatics的这个consultium 就是有一个组织啊 现在在研究这个部分 所谓脑资讯学 完全是做做做这个生物的东西 我想我大概不会有兴趣 但是因为因为这个 他现在跟资讯结合很密切 所以这个他现在的在做什么 那有一些我们在我自己这个 我们资讯这个领域 跟他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还有观念啊 那我在这边也介绍一下 那包含了网路的这个protocol 还有P2P的这个overlay 那这些观念等一下 我说都都跟脑有些关系 然后分析这个社交网路 然后社交网路就是我像Facebook 就是社交社交网路有很多很多no 那他之间那些连结的关系 那就是从数学角度看 或者从这个 呃社交的角度看 或者从脑的角度看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然后脑脑资讯里面有一堆的这个data 很多有的是外带那 那data里面有data mining 这个叫做网资料探勘 到这个web探勘 还有这个社交探勘 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像google 像我们常说我们在网路上行为 你自己了不了解 你可能不太了解 可是谁比你了解 google比你了解 google都比你了解你自己的行为 因为他有做很多mining的这个东西 他不然了解我们了解我个人了解 了解这个学校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国家 他都他都比谁都了解你的行为 所以是这个那个mining mining在资讯里面是一个技术 那也是学科了 那最近一二十年来也是越来越重要 那里面有些就已经已经这个成熟技术 有些跟人工智慧啊 跟什么训练领的相关技术 在这里有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一个是swain跟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那这个牵涉到智慧了 智慧里面 常常在我们说电脑有没有智慧 电脑当然没有智慧 可是智慧通常是什么产生呢 是一大堆 类似或是一大堆很简单的元件组合而成的 通常是这个样子 那老的神经就很多 200多种这个不同的神经元 然后有量很大大量 那那在生物界呢 有这个所谓swain的intelligence 像我们蚂蚁啊 或是一群鸟啊 或一群鱼啊 他都是从巨成这个一群哈 的这种造成他很像 他跟跟着大家走 那我不知道有本书叫隐藏的智慧 大家有没有看过哈 就是 social atom 就是你跟着人 是生物本人 你跟着大家走 你就不会出错 你一个人跑出去的话 你就可能会遭遇到危险 所以swain intelligence 那在web2点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叫collected intelligence 这更高阶了哈 就是像wikipedia wikipedia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一起合起来 然后做出做出一些这个 呃 比比这个 大英 呃 字典更更好的一个一个字典 那所以 这种intelligence的来源 当然跟脑友有些关系 所以这个也介绍一下 然后reading brain 就是我从 我怎么样把这个 这个不会 我想这个主要会跳过去 但是等下 我在这里先说一个说明 就怎么样 一方面好像了解神经元 这个那另外一方面呢 呃 我们是要 要这个现在这个技术 已经 已经差不多都ok 就是你在 在读这个 读你的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你说这个策划 呃 情报员他可以控制他的心跳血压 哈 可是他脑坡他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 所以脑坡里面他可以 你可以读你的在在想什么 好 那然后 呃 那现在还多另外发展出来的一些 这个 等一下我在current informatic 会谈到这个brand computer interface 用脑来做些事情 我手不要动 我手思考 然后连上一些机械什么界面 啊 来控制一些 那这个 这个部分也差不多 呃 这几年会很成熟 现在已经 呃 有一些 就是商用的东西都已经ready了 玩游戏啊 什么的 那然后再接下来 比较呃 可是我想就简单介绍一下脑的网路 就我要分析脑的连结 里面的 就是 是